Hello大家好,我是老K 本期视频也聊一下新款的RX980 它不是V2,只是在之前老款的基础上做了一些配置上的改进 更换了不同的轴体,然后一套全新的剑帽 但以上这些都不是关键 最主要是它降价了100块钱 399就可以入手了,这就非常的香了 键盘一上手就让我想起了之前的脉从K980 这两把键盘都是重量级的选手 RX980单键盘的重量是1470克 这个重量在开箱的时候就会给一种非常扎实的感觉 起码不会显得特别廉价 外观方面和旧款倒没有什么区别 正面的话是一个打倒角 RX金属名牌为整把键盘的质感也加分了不少 开关做在背面支持Mate系统键位 2.4GEOC的话就藏在这个脚身底下 平时不用的时候放进去,再把脚身扣上 就不可能会那么丢了 键盘的话也是传统的底部出现 外加三项导线槽 个人觉得这算是一个槽点吧 要是以前的有限键盘还好 不会经常插拔 但这个毕竟是三模的键盘 就意味着要经常充电 这个接口的使用频率肯定会更高 整个过程的话还是比较繁琐的 键盘的话算是这把键盘一个比较突出的亮点 没有像常规键盘那样做一个磨砂表面 整体的质感是更接近ABS那种光滑细腻的感觉 对着光线的话真的就有一种浴室的质感还是非常好看的 不过抗打药能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 这个还得关注后续的一个发展 键盘是ASA高度 在每个按键中间做了内凹 刚上手打字的感觉还是有点怪的 感觉整个手指都被键盘包住了 顺带一提啊 我这把键盘的F9键有一点点阻塑的瑕疵 虽然一般人不会像我这样拿显微镜去看 但也算是一个可以提升的地方了 轴体的话用的是TTC的金银破 这款轴体的轴心稳定性对比带防伤臂的轴心肯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但整体的话对比上一代还是有升级 触发压力是45克 1.4毫米的触发行程 整体的手感可以看出是低配的 大进位的水平 这里挺有点不错啊 没有是键盘的拆解 上下边框的截和缝隙非常窄 从正面不太好下锁 内部这个小槽把桥板伸进去 用杠杆力往外推 拆解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 可以看到键盘内部用了大块的开膜硅胶填充 在PCB板上做了独立的电池舱 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走心的设计了 轴座是TTC的 主控是一招微的YC3132 整体的连接稳定性还是可以保证的 不过这块三件好玩时电池对于一把98k的键盘来说就小了一些 去长时间的话估计也就半个月左右 还有一点我之前忘记说了 这把键盘的灯光在正常的环境中 光线是不太明显了 如果对这方面有比较高的要求的话 这一点要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 整体看起来这把键盘399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值的 对于同价位的其他支撑对手K980或者V98 我个人是更愿意去选择这一把RX980 可以说它是有自己的亮点在这里面 也没有去盲目的跟风上Gutsky 键帽的质感也是其中一个比较能吸引到我的点 不过相对于我刚刚提到两把键盘也存在电池容量小 灯光偏暗这两个缺点 也不能说是一把非常完美的键盘 总结下来还是得看自己的使用需求来选择核四季的键盘 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欠评我是老K 酷K了最近推出了181mini的升级版181pro 首先键盘本身对比181mini并没有太多变化 底部是一个RGB灯带 这边是一个硬的品牌logo的金属名牌 顶部就是TAP-C的充电口 还有一个电源开关 切换模式的话还得靠FN组合键来实现 键盘没有2.4G的收纳槽 附赠了一个小盒子 可以用来装这个2.4G的接收器 背面使用了这种磁吸式的脚声 可以调节两段的高度 一个脚声可以分开两段支持两种高度 但这个设计我觉得就有点问题 最后一段脚声它吸的特别紧 就吸上去了就完全扣不下来这种状态 在脚声的侧面上也没有设计 可以供指甲去抓的这个受力点 每次吸上去之后 想取下来都是一个满折磨人的过程 我说到这把键盘是一个白玉套件 加夏日清空的键帽 套件方面在键盘的上盖 做了一个珍珠白的喷漆 有一点金属质感 远看的话还不错 细看在键盘的接缝处会有一些歌手 特别是这边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瑕疵 底部这个灯条它的亮度是非常高的 我现在因为是开的补光灯 亮度可能看起来不是特别高 实际的使用环境下是完全足够的 RGB这边的话 因为它键帽之间的缝隙是偏小的 所以说这个灯光还是有点勉强 换一套键帽会好很多 轴体的话用的是加德龙的巨黄轴 这个轴相信大家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所以就不细说了 它这个是二代 对比一代的话 它的顺滑度和稳定性会好很多 压力的话是触底六七克 触发五十克 平时用的都是三十克出头的轴体 不经常用这种轴的话 第一只上手还是蛮累的 不过如果你喜欢重压力的轴体 这个巨黄轴还是蛮值得体验一手的 加六十块钱就可以换这一罐轴体 这一罐大概有七十五颗左右 平台下来就是九八千一颗 比单独去购买是要划算很多的 对比181mini的话 它还在内部增加了1800毫安时的锂电池 支持了三摩连接 因为电池偏小 所以说续航的成绩并不好看 开灯只能撑个八个小时 关灯的话最长连续使用之间是四十五小时 有无线连接的稳定性方面 还是得配合这个延长线来使用 如果是直插电脑上 然后又有一段距离或者中间有干扰的话 还是有点勉强 最后准备一下 这把键盘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发售了 当时第一批上下盖接缝还是蛮大的 后面这几批就好了不少 起码我收到这一把看起来还是能接受的 就在边角的位置有一点点瑕疵 其他地方还OK 这把键盘单买套件的话是289块钱 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更推荐你去加20块钱去多要一套这个键帽 因为20块钱在外面也买不到什么震惊的键帽嘛 对于值不值得买这个问题 300多这个价位能选的键盘其实并不多 单看键盘本身我觉得还是蛮值的 情谊是还要你能接受自己动手 去装这个键帽付出这个时间的成本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键盘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